在讲铜是不是新时代的原油之前 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铜价最近会暴涨 这一波的上涨并不是市场突然心血来潮 也不是投机的资金一时的炒作 而是供需关系、地缘政治、能源转型 三股力量的叠加 推动了铜进入一个全新的结构性周期 我们先从需求端说起 这几年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加速 从电动车、电网到储能设施 再到AI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建设 铜的需求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 举个最直观的例子 一辆传统的燃油车大概需要用20公斤的铜 而一辆电动车需要用到80公斤 几乎是它的4倍 而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每年都在快速的提升 这个背后就是铜消费量的指数级的扩张 再比如电网投资 能源转型不只是造新能源车 更重要的是重建整个电力的基础设施 这就意味着电网改造储能建设 大规模输电项目会持续多年开工 而铜是所有电力系统里最核心的血管材料 没有铜电就输不出去 再加上AI算力中心的建设 全球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对电力和散热的需求 也在推动着铜的用量进一步上升 也就是说从能源到交通再到数字经济 铜的需求面几乎被铜时点燃了 接下来咱们看看供应端 铜矿的分布极其集中 主要就集中在智力和壁鲁 这两个国家加起来 占了全球铜产量的将近40% 而这两个国家的矿山基础设施老化 劳工罢工频繁 政治不确定性又在上升 加上环保审批越来越严格 导致他们的增产非常困难 要知道从发现一个新矿 到真正的投产通常需要7到10年 这就意味着短期内根本不可能 靠扩产来迅速缓解工序的矛盾 另外呢 西方国家这几年还开始了 去风险化 在供应链上不断的设限重组 对拉美矿产的开发 运输融资也带来了新的摩擦成本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一边是全球新能源电网 AI产业的需求 像火箭一样往上窜 另外一边呢 是矿产供应端卡脖子 审批慢 产能上不去 这供需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错位 而一旦供需错位 叠加地缘平静 就意味着一个大宗商品的新周期 往往要从此启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华尔街的大宗商品交易员都说 铜现在正在进入它的下一个超级交易周期 铜价的暴涨 其实不是偶然的市场情绪 而是一个整个全球 能源和地缘版图变化的必然结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说铜会是新能源时代的新原油 它在未来的经济中 究竟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 在20世纪的工业时代 原油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命脉 从交通运输到化工制造业 再到地缘政治 原油无处不在 谁掌握了原油 谁就掌握了全球经济的话语权 石油价格的每一次大波动 几乎都能撼动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 而今天在21世纪的新能源和算力时代 这个地位正在被铜所取代 为什么 因为在新能源体系当中 铜是电力系统的血管 无论是太阳能风电 还是储能设施电动车 所有能源的运输和链接都离不开铜 AI算力中心的电力密度更是惊人 每一个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 都是一个吞电怪兽 背后是无数铜缆在支撑着 这张庞大的电力网络 大家看我做的这张对比表 左边是原油右边是铜 你会发现这两者的角色 在很多维度上都是高度相似的 在上个世纪 谁控制了石油 谁就能左右工业经济的命脉 而这个世纪呢 谁掌握了铜这种关键金属 谁就能在能源转型和算力基础设施上 占据先机 而且有意思的是 铜不像铃、骨那样高度依赖少数新兴国家 它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 流动性极强的大宗商品 它的价格在伦敦金属教育所形成 受地缘政治、美元流动性、产业周期的三重影响 所以未来铜价的波动 很可能会像过去的油价一样 成为全球经济的温度计 当铜价大涨 说明全球的能源投资、电网建设、算力基础设施正在加速 当铜价大跌 往往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减弱 投资放缓 换句话说 在新能源和AI的时代 铜就像上个世纪的原油一样 已经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金属了 而是一种战略资产 它的价格正在成为全球资本布局的新的锚点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 铜等于新原油这个类比 虽然非常的形象 但并不是完全等铜的 原油是一种消耗性的能源 一旦燃烧就消失了 而铜是一种可回收的金属材料 从长期来看 全球再生铜的回收利用体系 会对价格形成一定的上限约束 也就是说铜的长期走势 既受新增的供需的驱动 也会受到回收再利用的影响 不过这并不影响 铜在中短期能源转型阶段的 战略地位和价格弹性 尤其是在供需错配和地缘博弈叠加的当下 铜的角色至关重要 那么当铜的角色 从工业金属跃升为战略资产 全球资本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 到底谁在悄悄抢铜 ETF主权基金对冲基金 他们都在怎么布局 资本的动向和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在哪里 当铜的角色从一个工业金属 跃升为能源转型的战略资产 全球资本的嗅觉从来不会迟钝 你以为只有分析师在讲铜等于新原油吗 其实资金早就开始抢筹了 我们先来看ETF的资金流 在过去几个月 美股市场上的铜矿ETF COPEX 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资金净流入 CopeX追踪的是一篮子 全球铜矿公司的股票 从佳能可自由港到南美本地的矿企 今年以来 CopeX的涨幅一度超过了40% 跑赢了大部分主流股票的指数 与此同时 佳能可这类全球大宗的巨头股价 也在同步上行 你会发现 资金不是去追期货短炒 而是直接买进这些同产业链的核心资产 这是典型的机构中长期布局的特征 咱们再来看看主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动作 在主权基金方面 中东和北美的一些能源基金 过去主要配置的是石油天然气传统基础设施 但是最近两年 他们开始明显加大对金属资源的投入 其中铜就是配置的重头 他们非常清楚 未来的电力基础设施加能源转型都离不开铜 这是一种战略提前埋伏的动作 对冲基金就更灵活了 很多头部商品基金 在今年二季度开始 已经陆续建立铜的多头头寸 不仅在期货市场布局 也通过买入矿企的股票ETF来压周期 对他们来说 铜不仅是一个能源转型的长期主题 更是对冲通胀 对冲美元周期的理想工具 所以你看 ETF基金 主权基金对冲基金三股力量 正在同步涌向铜 这不是一波散户行情的情绪炒作 而是有明确战略逻辑的资本大迁徙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怎么参与这场铜的超级周期呢 首先就是通过ETF进行配置 这是散户最稳妥的抓手 在美股市场上最直接的就是这个Copex ETF 它分散持有多家全球铜矿企业 是跟随产业周期的代表品种 另外呢 大家还可以关注铜矿巨头的股票 它相当于铜价的放大器 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 你也可以通过港股或者A股市场的有色ETF 铜期货ETF等方式间接布局 ETF的好处就在于 不需要你自己去选矿企 也不需要钉盘炒期货 更适合中长期的战略配置 第二种方法要把铜当作资产配置当中的卫星舱 因为铜属于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 价格对宏观环境很敏感 所以不建议奥印 而是在你的资产配置当中用小比例 比如说5%到15%作为卫星舱 压住它的周期性上行和能源转型的趋势 第三我们从时间维度来看 三五年要看中长期 铜的超级周期 它不是一两个月投机拉升而成的 而是能源转型电网改造AI基建 这类长周期投资堆叠出来的 真正的资金都提前埋伏 慢慢吃酬 而不是短炒一波就走 这也是ETF和主权基金进场的逻辑 他们看的是未来三到五年的能源版图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是资本已经开始抢铜了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布局信号 ETF是普通投资者最现实的抓手 把铜纳入你的资产配置 抓的是一个全球能源加AI加地缘博弈的大主题 而不是一时的行情热度 过去的一个世纪 能源和资本总是携手定义时代 上个世纪是石油 而这个时代很可能是铜 如果你了解了铜的地位 就能够提前站在下一个资本周期的起点上 我是苏涵 我们下期见